原标题 朱元璋建国后朱沙徐达等功臣 为什么独独放过汤河 原因很简单 在中国有详细生族记载的帝王中 在汉朝有很多奇葩皇帝 他们创造了许多即位和在位时间之历史记录 东汉的汉商帝刘龙 便是一位很特殊的皇帝 他折生了中国历史第一小的皇帝 刘龙是汉河帝刘赵的小儿子 汉河帝有四大特点 一是体弱多病 他生天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常年生病卧床 二是耗色 身体不好 他却对女子很是贪恋 使得身体更糟糕 三是昏庸 因身体原因 他常言不上朝 一些奸臣当道 致使政权腐败如斯 四是英年早逝 汉河帝年仅二十七岁 便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 汉河帝死后 还留有一个悬而末节的难题就是 没能立太子 尽管他密有殷氏 邓氏两位皇后 但两位皇后的肚子都不争气 都没有为他生下一半子 而他嫔妃所生的皇子 也大多夭折 也正是因为这 汉河帝一直没有立太子 他死后 在宫里唯一的皇子 刘胜当时八岁 但刘胜和汉河帝一样 有先天性疾病 因此被排除在了皇帝的候选之列 随后 邓皇后将由宫女所生 未必邪 而养在宫外的幼子 刘龙迎了回来 立为皇帝 这时 刘龙刚过百日 便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皇帝 改年为延平 也正是因为这样 刘龙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 诞生了中国历史上 极为年龄最小的皇帝 当然 是与愿委 这么美好的年号 并没有给他带来好月 非但没有延年益寿 反而徒遭恨货 刘龙登基后 仅过了几个月 不满一岁的他便病逝了 刘龙死后 以地理归葬于康陵 也算是享受了帝王的特殊待遇 刘龙可以称之为 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极为短暂的皇帝 而东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是昌义王刘鹤 探书霍光今日地赚载 刘鹤受洗以来 二十七日 使者庞古 十节 赵诸官署蒸发 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这个刘鹤 是历史上最荒唐的短命皇帝 在其皇帝的任期二十七天内 就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 平均一天四十件 真是耸人听闻 匪夷所思 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二小的皇帝 同样也在东汉 他便是汉顺帝刘宝的儿子汉 冲帝刘炳 刘炳生于公元一百四十三年 第二年 年仅一岁了他 被立为太渝 第三年 汉顺帝刘宝死后 刘炳继位 改年号为永逸 然而 刘炳同样扶大命不大 同年 只有三岁大的刘炳病逝 此时离他在位仅五个月 而在东汉的瓦瓦皇帝的确很多 八九岁就登基的还有两人 孝智帝刘转便是其中的一位 刘炳是汉章帝的玄孙刘炳去世后 朝中大权掌控着梁太后和摄政王梁继 拥立年仅八岁的刘炳为定 刘炳因此也成了傀儡皇帝 朝廷失属于梁氏天下 梁太后 垂帘听政 梁继主持朝政工作 一手遮天 足断专行 梁继甚至在朝堂之上盛气凌人 对皇帝以止气时 丝毫不把皇帝和众臣放在眼里 刘炳年龄虽小 却是个眼里揉不下一粒沙的人 在一次愁愧中 刘炳当着群臣的面给了梁继一个很下面的评价 六个字 死跋扈将军爷 刘炳虽然以心之口快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却让梁继颜面无存 梁继因此怀恨在心 他认为刘炳是为极具野心的人 以后恐怕不能控制 因此决定除去他 公元146年间六月 梁继让南插在刘炳身边的亲戚 暗中把毒药掺在他的食物之中 年仅九岁的刘炳试过之后 顿觉胸闷腹痛 不一会儿便中毒而死 刘炳死后的嗜好为质地 除此之外 东汉还有一位瓦瓦皇帝 他便是东汉最后的皇帝刘炳 刘炳年仅九岁时 由董卓雍帝即位 称孝宪皇帝 后来 曹丕带汉称帝 刘炳被迫 缠让于曹丕 东汉之所以汇出这么多瓦瓦皇帝 原因大体相同 宦官和外戚干政造成的 瓦瓦皇帝比成人皇帝更容易控制些 因此掌权的宦官或外戚便千方百计把一些年龄小的不能再小的皇子立为皇子 而瓦瓦皇帝也不好当 平常不说得看颜色形式 在夹缝中生存 而一旦当外戚或宦官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 他们便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落得废掉或是毒杀的悲惨下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